说来也奇怪,有些人偶尔一次瘫痪,小孩就有了,而有些人只被孕就要被孕大半年,但是肚子迟迟不见动静 为此我还特地问了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才知道女性抑郁不抑郁,与这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一,作息规律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加班几乎成了大多数人的一种常态 工作劳累,压力大,饮食,绰合等一系列因素 很多人的身体也常处于亚健康状态 再加上人们劳累一天后,只想躺在床上休息 房室的兴趣也降低了很多 A次数少了,当然怀孕的几率也就低了 啊,喜欢运动 现在的人业余时间大多花费的是手机和电脑上了 真正利用零碎时间去锻炼的人少子又少 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身体数字下降 而这也会给孕育造成困扰 相反,一个人经常锻炼,不禁身体数字好,身体健康 精神面貌也比较好,心情也舒畅 生育自然也就相对容易些 三,心态好 心态好的人遇事往往能够自我调节,自我施压 不会整天愁眉不眨,挨层叹气 这类人对任何事情都会抱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而同样这份良好的心态也能帮助他们更容易取得成功 孕育方面也同样如此 心态好的人成功孕育的概率也会高一点 当然,一个人的不孕并不完全由生活习惯决定 这与一个人的体质以及是否患病等有很大关系 因此夫妻双方准备备孕前 除了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还应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尽可能地排斥一些可能会影响生育的不利因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